富里乡六十十三的茶农林俊杰用心摘茶 制茶获奖无数 连续两年是拿下了英国的最高荣誉三星奖 还获得英国业者向重 制作成红茶气泡饮 富里六十十三茶农林俊杰2022年 以绿盐蜜香红茶 秀玉金轩茶 荣获日本世界绿茶大赛双金赏奖 去年与玉里镇去客山聚茶局人陈启红 参赛英国星级美食大赏 Great Tax A Road 也双双赢得了三星级的最高荣耀 照主婶她喜欢的一些口味 跟一些她喜欢的滋味 我们去特别的制作花香跟果香配合在一起 今年在接载力两人之外 在邀吉富里乡茶叶产销班 第二班成员陈胜俊 林淑慧 肖文龙 刘芳柱等人参赛 希望将不离的茶推广到国际舞台 其实这次制作的茶叶 我们在也是拿蜜香红茶去比赛 那我觉得我们花莲的茶 就是以这个蜜香红茶为主 那所以就是把这个蜜香红茶 推到国外去 让国外知道我们台湾 这个蜜香红茶的特色茶 2024年英国Great Tax Award日前公布评鉴结果 海岸山脉茶区蜜香红茶再摘三个三星酱 料是石山茶农林俊杰获两个三星酱 赤克山茶农程启宏获一个三星酱 同时林俊杰茶园绿研蜜香红茶花果香 再次入围Garden Fall金茶奖 这是台湾茶第二次 以蜜香红茶入围Garden Fall 非常难得 去叫高雄双副理箱采访报道 好 好 好